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的顾平也却说 神丸眼 千千跟你不一样 她率性活泼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女孩 其实顾平也不是没有遇到过林千千那种女孩 只是那时她爱我 眼里看不到别人 她因为小秘书怀孕 要和我离婚 我爽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爱与不爱 好像就在一瞬间 我看着她依旧俊朗的脸 却找不到一点十八岁的顾平也的痕迹 人都是会变的 十八岁的顾平也对我的热烈告白消失在风里 后来在我的新书签售会上 顾平也拿了我的新书让我签名 我写下还将旧十亿 连取眼前人 顾平也看着那句话 眼泪疏地落了下来 运开了墨迹 她慌忙去擦 墨迹却越来越大 我以为她是尾声 将一颗真心交付 却不料她是张生 终究赴了崔莺莺 她后来得了胃癌要死了 求着我去见她最后一面 她那时已经很瘦了 看着我的眼睛却一长亮 但终究不是十八岁的顾平也了 她说她爱我 万分后悔 三十岁的顾平也对不起 十八岁的顾平也和三十八岁的神完眼 但好在我永远是自己 我做完流产手术回到别墅 发现顾平也正坐在沙发上等着我 她皱眉问我为什么不在家 我说出去找苏欣吃饭了 她这才舒缓眉头 并未注意到我苍白的脸色 她说 千千怀了我的孩子 我不想我的孩子成为私生子 我看着她 眉眼间满是讥讽 她仿佛失了面子 又马上找到了底气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生个孩子 你生不了我 为什么不可以找别人生 顾平也忘了 她曾经对我说过 这辈子有我一个宝贝就够了 生孩子很痛苦 而且如果我有了孩子之后 对她的爱减少了怎么办 那时候我觉得她幼稚可爱 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她眼睛一瞬亮起来 扑到我怀里撒娇 像只粘人的小狗 眼下眸中失落 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爽快地签了字 没带半分犹豫 顾平也仿佛有点恼怒 说我真是冷漠 这么多年的感情说 不要就不要了 我惊诧地抬眼看她 不明白她有什么资格 对我说这些话 我看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 顾平也 是你之前说不需要孩子的 现在又来指责我 一个背叛者 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冷漠 她眼神有些闪躲 嘴唇动了动 说一切都会变的 我现在这么大一个公司 怎么能没人继承 神满眼 你不能这么自私 你不想要孩子 就要剥夺我当父亲的权利吗 讲到最后 静底气十足 开始责怪起我来 确实 一切都会变的 我一直都知道 只是那一年 阳光太灿烂 少年的眼睛闪闪发光 恍惚间 我觉得顾平也会是例外 约定好一个月后 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我收拾东西 离开了别墅 顾平也看着我欲言又止 他说 神满眼 你不用搬走的 这栋别墅给你了 似是还觉得不够伤人 他补充道 我以后也不会住在这 谦谦他不喜欢这栋别墅 顾总还真是大气 这栋别墅少说 也得一个亿 就这么给我了 我朝他笑笑 谋中嘲讽意味十足 他倾咳了声 说 到底是我对不起你 你好歹 也跟了我这么多年 现在年纪也大了 恐怕很难找到 我条件这么好的人了 我突然觉得恶心反胃 他好像 在一瞬间烂掉了 我只觉得 顾平也那张脸 变得好丑陋 他说 我跟了他这么多年 在他眼里我年纪大了 没有闹脾气的资本了 我冷着脸甩了他一巴掌 他很平静地看着我 让我冷静一点 仿佛我才是那个犯了错 歇斯底里的人 我记得我之前老是焦虑自己年纪大 问他我要是老了怎么办 他跟我说 不要愁老之将至 你老了一定很可爱 而且 假如你老了十岁 我当然 也同样老了十岁 世界也老了十岁 上帝也老了十岁 一切都是一样 他说 他要像诸生豪对宋青如一样 对我 要给我他所有的爱 他说 姐姐 怪我没有给你安全感 放心 我会永远爱你的 那时候 他很虔诚地看着我 仿佛我是他的神明 从来不会觉得我有错 我拖着一个小箱子就走了 没有再分 给他一个眼神 顾平也坐在沙发上 没什么反应 他也没觉得 我只拉着 这么一点行李 离开有什么奇怪的 不碍事 从不在乎开始的 顾平也的出轨 早有端倪 一开始 他只是说 公司有个大项目 他得留在公司加班 回家越来越晚 对我也不负往日热情 我一开始体谅他 工作辛苦 并未怀疑 但是顾平也把我当傻子 我是一个作家 对生意场上的事一窍不通 所以他自觉用公司有大项目 工作忙这种借口 就可以唬住我 或者觉得我很爱他 根本不会怀疑他 其实我真的没怀疑过他 因为顾平也真的很爱我 但是我不傻 他的冷淡 我都有数 发现他出轨那天 他回来的时候 身上沾染了陌生的香水味 我从不用香水的 顾平也一直都知道 即使参加宴会后 也会洗完澡 换好衣服再回家 不让我不舒服 香水味是示威 也是挑衅 可惜我对烂黄瓜 没有占有欲 顾平也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才十八 他高考完出去旅游 正好遇见我乡下在采风 顾平也说他见到我第一眼 就爱上我了 我低着头和村口的阿婆说话 碎发吹落 神态温柔 顾平也说 简直美得惊心动魄 但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漂亮 很白开水的长相 可是顾平也说他 对我才不是见色起义 他说我身上有很迷人的气质 轻易出尘 他爱我 所以看我什么都好 别人都说我性格像一潭死水 无波无蓝 他一直缠着我 我说你这样不怕 我觉得你很轻浮吗 可他说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他看着我 眼睛亮得出奇 我真的好爱你 看到你第一眼 我就爱上你了 我怕你觉得我随便 但我更怕你不明白 我对你的心意 姐姐 我真的很喜欢你 给我一个机会吧 少年的告白太过炙热真诚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说不行 我比你大很多 他说没关系 年龄不是问题 他跟我说了 朱生豪和宋清儒的爱情 他说 宋清儒总觉得自己比朱生豪年纪大 有些不自在 但是朱生豪说 要是你真比我大 那么我从今后每年长两岁 总会追击你 他看着我的眼睛 要是你真比我大 那么我从今后每年长两岁 总会追击你 你还是学生 我们怎么在一起 你要上学 我要工作 你太年轻了 觉得爱情就是一切 我很冷静地告诉他 你要去上学了 我们大概率不会再见 希望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 后来我回了家 却发现他也在我的城市上学 他说这是天定的缘分 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天定吗 我从不觉得上天怜惜我 确实也没有 只是那时候 我被顾平也的真心打动 短暂地忘记了 一切都会变的事实 我们在一起了 他对我极好 除了爱朝我撒娇 其他方面很成熟稳重 仿佛我才是那个要照顾的人 他功成名就后 成了商圈新贵顾总 却仍然只守着我一个人 我比他大八岁 大家都不看好我们的感情 顾平也的父母 对我从没好脸色 顾平也成了顾总之后 大家更加觉得 我配不上顾平也 有次饭局上一个人说 我这个老女人 怎么配得上顾平也 话里话外 是想把自家女儿 嫁给他的意思 顾平也当即就冷了脸 饭都不吃了 转身就走 回家的时候还不太高兴 一直抱着我哼哼唧唧 我看着觉得好笑 问他 若是叫你们公司的人知道 在外不尽人情的高冷顾总 回家居然抱着老婆撒娇 他们会怎么笑你 他却说 就让他们笑吧 他最爱我 旁人不能说我一句坏话 他很珍重地捧起我的脸 看着我的那双眼睛 仿佛有星辰大海 他说 姐姐 有我在 谁不都不能欺负你 苏心说我真是捡到宝了 顾平也把我当眼珠子疼 我从不质疑 那一刻顾平也的真心 可是真心瞬息万变 从前我手上破了道小口子 他都上心得不得了 现在我脸色苍白地站在他面前 他心心念念的 却只有林千千 从前他恨不得粘在我身上 现在却要跟我离婚 说尽伤人的话语 到底是物是人非 时间是最残酷的死神 谁都逃不过他的镰刀 其实我不是傻子 我知道他在骗我 我只是在收拾自己的情绪 让我可以彻底放下他 离婚证拿到手的那一刻 我的心仿佛被弯了一块 我不是冷心冷清的怪物 我和顾平也 是真真切切 有过那么一段美好时光 他看着我 十分抱歉 因着那几分愧疚 他多给了我许多财产 我也没拒绝 谁会跟前过不去 况且本就是他亏欠我 我们拿了离婚证走到大厅 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女孩子 跑上去挽住她的手臂 两人有说有笑 去进行结婚登记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脑子像当机了一样 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旁边的阿姨拍了拍我的肩膀 轻声说向前走 不必回头 我侧头看着阿姨 她对我有好笑笑 她说坐下休息一下吧 我们就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一言不发 我看着大厅内人来人往 有的是刚新婚的小情侣 满眼都是对方 甜甜蜜蜜 我想到五年前 我和顾平也也是这样 顾平也拿到结婚证 高兴得像个傻子 抱着我亲了又亲 发誓会一辈子爱我 我一直对结婚比较抵触 一讲到这个话题 会马上躲避 我还记得她向我求婚那一晚 她大学毕业那天 也是我的三十岁生日 我们出去吃饭 她跪下向我求婚 说 姐姐 嫁给我吧 我会一直爱你 一直对你好的 她平时惯是油嘴滑舌 爱说好听话 逗我开心 那次却说不出什么话 她后来跟我说 她实在太紧张了 之前排练过千万次的话 竟全部忘记了 眼里心里只有我 我很想拒绝 可看到她像小狗 湿漉漉的眼睛时 又软了心肠 她看着我半天都不说话 急得落下泪来 说没关系的 我们还有很远很远的未来 她说 她会努力给我安全感 她会一直等 小狗的眼睛湿漉漉 说出来的话炙热又真诚 我答应了 小狗开心地转圈圈 抱着我亲了又亲 身后好像有根尾巴 一直摇啊摇 二十二岁的顾平野 一如十八岁 再来一次我 还是不后悔 顾平野父母很厌恶我 觉得我老牛吃嫩草 拐跑了顾平野 我们没有办婚礼 只领了结婚证 顾平野说等以后 她赚了大钱 一定给我办一场盛大婚礼 她真的做到了 但也没法改变 她以后变心的事实 顾平野和她的小秘书出来了 两个人高高兴兴的 顾平野还小心护着 林谦谦的肚子 我一瞬间被刺痛 转头不再去看 阿姨看着我 问出去逛逛吗 我没说话 点头同意了 我们走到附近的公园里 阿姨说了她的故事 大概就是陪着一个男人 白手起家 结果被狠狠被刺的故事 她说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的 为什么现在才离婚 这个年纪还折腾什么 我的女儿也不理解我 她觉得我这个年纪 还整这些事情出来 很给她丢脸 她居然觉得我丢脸 她不怪她出轨 有私生子的父亲 来怪一个对她 全心全意的母亲 以前我前夫也说 会一直爱我 但是她还是出轨了 小三闹到家里的时候 我还怀着一个孩子 争吵间她将我推倒在地 我流产了 以后再也不能生育 她却把知识压了下来 说她需要一个继承人 既然我不能给她生 就要别的女人生 她继承人的母亲 不能有案底 我还记得 以前她说就要一个 女儿也可以继承家业 后来我意外怀孕 想必也是她动的手脚 我害怕女儿觉得 自己被忽视 对她加倍好 但是怎么遇到的 都是白眼狼啊 说到最后 她声音哽咽 气不成声 我很难过 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 在我记忆中 他们关系很不好 父亲出轨 经常不回家 母亲依旧深爱着她 她会自残 求父亲回来 刚开始还奏笑 后来父亲 也不再回家 她也死咬着 不愿离婚 成了一对怨偶 她得了重度抑郁 我很担心 她根本不在意我 她开始打我 拍下我被打的照片 威胁父亲回来 父亲或许 曾经也是爱过我的吧 她会回来 跟母亲说 大人之间的事 不要牵扯到小孩子 我是无辜的 她想要带走我 却被母亲 以死相逼拦下 终于父亲受不了 以母亲 有精神病的原因 提出诉讼离婚 而母亲 在接到法院传票那天 隔腕自杀 她无法接受 跟父亲离婚 觉得只要她死了 便还是她的妻子 我那时才五岁 母亲自杀那一幕 给我留下了极大阴影 我打了110 父亲来接我走 处理了母亲的后事 她是孤儿 父亲是她的全部 后来父亲抱着 我在母亲的墓前 站了很久 罕见地流露几分悲伤 年少时的恩爱不宜 到底敌不过外面 野花野草的诱惑 父亲开始对我也很好 但是他的新妻子 不喜欢我 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 我在家彻底 变成透明人 他给了我一大笔钱 让我搬出去住 我搬了出去 和他们再无来往 我后来跟顾平也解释过 我恐惧婚姻的原因 他紧紧抱着我头 埋在我的颈窝 一言不发 后来 我感觉衣服湿了 才发现他在哭 温声哄着他 一切都过去了 顾平也用那双红彤彤 湿漉漉的小狗 眼看着我 他说 要是能早点遇见我就好了 我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我一直以为我无坚不摧 可是顾平也说 我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那一刻 我真的落下泪来 想着 要跟他天长地久的 怎么会不委屈呢 我还记得母亲打我时 猙獰的模样 他根本没把我当女儿 我在他心里 只是让父亲回来的工具 父亲或许一开始是爱我的 可是他的妻子不喜欢我 他又有了更爱的小孩 我初中就开始住校 性格孤僻 几乎没人和我一起玩 只有苏欣一个朋友 一个小孩 就这样努力地长成大人 顾平也那时发誓 会一辈子对我好 他明知道我害怕背叛 却还是选择了出轨 我还记得我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拿到检查单的那一刻 我真的欣喜若狂 我很想有个自己的小孩 我会把我从小想要的爱 都给他 他会是我和顾平也的宝贝 我拿出手机 正准备告诉顾平也 这个好消息 却突然看到 他扶着另外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小富威龙 他用手护着她 无限柔情 我煞时像被一道雷击中 定在原地动弹不得 浑浑噩噩回了家 跟苏欣说 我要离婚 苏欣很生气 马上就来我家陪我 我浮在苏欣怀里哭了很久 那种许久未有的 被抛弃的感觉又来了 后来我收拾心情 预约了流产手术 我不能困住我自己 我也不想我的孩子 成为第二个我 我很清楚不幸的婚姻有多可怕 我想着想着 突然笑起来 眼中带泪 对阿姨说 一切都过去了 应该向前看才是 和阿姨告别后 我回了一趟别墅 想起顾平也说过 这个房子留给我 于是我打个电话 叫顾平也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顾平也却直接说 都扔了吧 我没扔 把他的衣服鞋子那些 都挂二手平台上卖了 到底不能跟前过不去 收拾的时候还翻到 我送给顾平也的那只手表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取下来的 那只表不算贵 几万块 那时候正值顾平也创业 我给他送了这只表 让他撑几分面子 顾平也很感动 说永远都不会摘下他 后来他创业成功成了身价过亿的顾总时 也没摘下 苏欣还说你们家顾总真是疼你 都这个身价了 还带你送的几万块的表 想来真是可笑 我居然能相信一个男人的话 明明我已经吃过亏了 父亲也曾经说过 我是他唯一的宝贝 他曾经也说 这辈子对母亲好 但是一切物是人非 顾平也的婚戒也摘下来放在桌子上 是很肃静的款式 顾平也那时候刚毕业没什么钱 为了跟我结婚 他跟家里人断绝来往 戒指也是他兼职赚的钱 我那时很内疚 他却说真正的家人 才不会不喜欢他爱的人 他的大手将我的手包住 给我十足的安全感 认真的盯着我说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彼此的家人了 我那时真的觉得很幸福 也是真的很幸福 我将他的戒指连带着我的戒指 一起扔到了垃圾桶 往后我们再无瓜葛 处理完一切之后 我将别墅挂了出去 回到了自己的小公寓 苏欣很担心我 一直打电话想来陪我 我让他放心 并约定好过几天去看他 窝在沙发里看脱口秀节目 主持人讲得很好 观众听了哈哈大笑 是很和乐的氛围 我却什么都看不进去 脑子乱糟糟的 想写点东西却写不出来 我告诉自己这都是正常的 我需要给自己时间去适应 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冷漠 这么久的感情说不要就不要了 可是想来我做的也没错 难道要继续跟顾平野纠缠 弄得自己很狼狈吗 我不能让自己变成第二个妈妈 我不想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 这些无意义的人和事上面 看小山词 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物是人非 到底伤感 约着苏星出来玩 她的小女儿林岁安 吵着要见婉婉姨姨 也跟来来 五岁的小姑娘 白白嫩嫩像个糯米团子 惹人喜欢的紧 一见到 我就伸手要抱抱 我马上抱过小姑娘逗她玩 苏星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却笑着说没事 我跟那孩子没缘分 你不用太照顾我 我没那么脆弱 苏星想起 又是咬牙骂起 顾平也来 我就说她不靠谱 你陪弟弟长大 弟弟转头 就给你一刀 我当时真是瞎了眼 觉得顾平也是个好人 她信誓旦旦 说会一辈子对你好 我就相信了 没想 她她是这么个混蛋 她骂着骂着 竟落下泪来 我和岁安芒去安慰她 手忙脚乱地给她示泪 说不恨是假的 但是我必须走过去 还记得我从前看王尔德的字深深处 里面写 为了自己 我必须饶恕你 一个人 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 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很久之前就喜欢王尔德 她自以张扬 是我很向往的模样 而18岁的顾平也同样骄傲 满身少年意气 她热烈真诚 永远不休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当时爱上顾平也 估计也是有这个原因 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年 爱与恨都消失在风里 有人拍到了 我和顾平也去民政局离婚的照片 引起不小轰动 毕竟顾平也和我的婚礼很盛大 她说她会努力给我安全感 我们的婚姻绝不会是爱情的坟墓 她的手指上永远带着我们的宿介 手腕上也是我买的手表 没有传出任何画边新闻 微博还有很多人磕我们的CP 她在CP超话里混成了CP粉头子 笑得乐不可知 许久未联系的父亲也给我打了电话 她小心翼翼地问我和顾平也的事 希望我们有时间能见一面 我还记得她始终不同意 我和顾平也在一起 她说 晚晚 顾平也她不适合你 我那时还想她 为什么这么不喜欢顾平也 原来是渣男之间的感应 第二天约了父亲出来 她点了许多我爱吃的菜 我有点惊讶 还想告诉自己这是巧合 但是父亲仿佛知道我的疑惑 她说 晚晚 你是爸爸最爱的小孩 怎么会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呢 我听着觉得好笑 没说话 她说 晚晚 从前是爸爸不好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妈妈 爸爸知道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但是爸爸还是要告诉你 爸爸真的很爱你 从前你妈妈老是那你威胁我 我假装不跟你亲近 也是怕你妈妈 因为你一直逼我 晚晚 我从前也很爱你妈妈 但是她实在是太疯狂了 她要掌握我的一举一动 总是疑神疑鬼 我真的受不了了 于是跟她吵架 我们关系越来越差 后来爸爸遇到了一个 和你妈妈年轻时很像的人 活泼明媚 我对不起你妈妈 我最终还是出轨了 你妈妈死了我 开始后悔 我没想到她会自杀 她之前是个很坚强的姑娘 后面一看到 你我就想起你妈妈 我不敢面对你 总觉得像看到你妈妈 对你来说 我不是个好爸爸 对你妈妈而言 我也并不是个好丈夫 我总是下意识地想逃避 你后妈也出轨 和我离婚了 她本来接近我 就另有所图 晚晚 我后悔 因为这样一个人那样 对你妈妈 晚晚 爸爸真的很爱你 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 我不知道怎么样对你 她说了许多话 我却毫无反应 如果我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父亲对我说这些话 我一定会高兴地找不找北 但是我现在已经三十六了 同龄人这个年纪 大都当上妈妈了 我也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 她觉得后悔 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 妈妈不会再活过来 她不过是无法面对被背叛的结局罢了 要是那个女人没有背叛她 估计她还会庆幸 早就和我妈感情破裂了 说不定还觉得我妈的自杀好呢 省得她再去费心打离婚官司了 我起身告辞 看得出父亲 还有许多话跟我说 但是我不想理会 这一面 也许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 渴望父爱的小女孩了 外界对我和顾平野婚姻的猜测 闹得沸沸扬扬 顾平野却当起了缩头乌龟 没有回应 我大方晒出离婚证 说两人感情破裂 体面一点对大家都好 舆论才渐渐平息 剩下一些人唏嘘不已说 以后不会再相信爱情了 重新看起了三毛 以前觉得我和顾平野像三毛和河西 但私心不想顾平野像河西那样死得早 现在倒希望顾平野早些死掉 我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却也算不上大肚 河西尚会出轨 我当时怎么会觉得顾平野会是例外 不过好在我比三毛清醒许多 我不是被爱浇灌的花朵 没有那么天真 我觉得自己最近不在状态 动不了笔 写不了东西 决定给自己放个假 出去玩找找灵感 苏心不放心 总害怕我做傻事 我说我要是想死早就死了 顾平野还不值得 我为他搭上一条命 苏心于是放心 让我出去玩 只是让我每天给他打电话 我去了云南 我很久之前就想去 总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 和顾平野离婚 我分了许多钱 于是花起钱来 毫不心疼 我在大理买了一种 带花园的小洋房 花园光秃秃的 什么也没种 是我想要的 我去花市上买了许多花 每天都在花园里种花 每天黄昏的时候 我背上画板 去尔海看日落 为海鸥 画画 感觉世界无限美好 在一天黄昏 我照例来到尔海画画时 一个男孩子跑到我面前问 能不能交个朋友 他说 姐姐 你画的画好治愈哦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 男孩子耳朵红红的 看着我的眼睛亮晶晶的 像只小狗 我手指动了动 硬生生忍下了 揉他毛茸茸脑袋的想法 只是轻声说了句好 男孩子笑得开心 在我身边叽叽喳喳 他叫陆清禾 18岁 刚高考完 一个人出来玩 我边画画边听他说话 到十分放松 阳光开朗的男孩子 就是有这种感染力 让我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 画完之后 我收起画板 陆清禾十分主动地要帮我背 我没拒绝 他煞时像得了奖赏的乖狗狗 身后好似有条尾巴在摇啊摇 十分可爱 我邀请他去我家吃晚饭 他局促地硬了下来 耳朵红红地不敢看我 其实我不太会做饭 之前跟苏新柱也是凑合吃 两个人都没太大要求 跟顾平也在一起后 他从来不让我做饭 他说我这双手是要做精神食粮的 我随便做了几个菜 陆清禾却一点不嫌弃 一直夸我做得好吃 我早就不是小姑娘了 陆清禾什么意思我一眼看穿 但是我不介意玩一点年轻人的游戏 他吃完之后就乖乖坐着 像只等待主人命令的小狗 我觉得可爱 随手揉了揉他毛茸茸的头 果然是很柔软的手感 像一只大型犬 他温讯地任我摸 乖得要命 我礼貌地送他走时 他还依依不舍地 加了我的微信 约好第二天再去儿海 睡前给苏新打了电话 我知道我现在状态很不对 陆清禾什么都没做错 但是我却要因为自己感情受挫 而去玩弄一个男孩子的感情 他替顾平也承受了我的恨 我开始后悔 苏新却鼓励我跟陆清禾好好接触一下 说不定他跟顾平也不一样呢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但是我曾经也觉得顾平也会是例外 到底是看错了 我知道苏新只是希望 我尽快走出这段失败的感情 而走出一段失败感情的最好方法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但是陆清和他不是玩具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或许他最后会和顾平也一样 但是他现在什么都没错 少年人满腔的热情 不该被辜负 苏新却说那不是最好 这样你跟他谈就不会有心理负担了 可万一他真的不一样呢 我跟他接近的目的本就不纯 只能说我们相遇在了错误的时间 我想到底还是对不住陆清禾 我一开始就该拒绝的 第二天早上陆清禾就来敲门找我 我刚好煮了面准备吃 没想到他会来这么早 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 昨晚听酒店前台说 附近有个很好看的花园 早上去的时候很好看 便想着叫我一起去看看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 他耳朵尖红红的 声音很小 不敢看我 可爱极了 我看着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问他有没有吃早餐 他摇头又点头 可爱得要命 我昨天还觉得他像18岁的顾平也 现在看来倒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顾平也在我面前很少这样可爱 他成熟稳重 但在追我这件事上简直死皮赖脸 他从不吝啬表达自己的爱意 陆清禾却很容易害羞 面对喜欢的人会不好意思 不敢看我的眼睛 但是我那颗心已经不再年轻 不想再用真心去试探 我请他一起吃早餐 他受宠若惊 我不希望继续错下去了 等吃完后 我跟他说了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他眉眼低垂 睫毛轻颤 好像有泪要落下来 好不可怜 许久之后 他抬头看我 眼中闪着泪光 问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于心不忍 但还是很下心 告诉他我们不合适 陆清禾 你了解我吗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我画画画得好 还是长得好看 我们根本没有深入接触过 你的爱好浅薄 我已经三十六岁了 你才十八岁 我要是早点懂事 都能当你妈了 而且我刚和我前夫离婚 你能接受一个 大你一辈的二婚女人吗 他却急急地说 不是的 姐姐 我其实注意你好久了 其实尔海边很多人 但是你在发光 你知道吗 在遇见你之前 我从不信什么一见钟情 可你就是有那种魔力 我见之忘俗 黄昏的时候 夕阳照在你身上 给你镀了一层金光 你在为海鸥 在画画 像不染凡尘的仙女 我是鼓起很大勇气 来找你搭话的 我知道那时 我一定看起来很傻 但是你还是对我笑了 我沉溺在你的眼睛里 幸福地几乎要晕过去 我从不觉得 年龄这些会成为阻碍 爱可以破除万难 姐姐你很好 你前夫真没眼光 要是我有姐姐 这么好的妻子 我一定不会这样对你的 所以姐姐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小狗的眼睛湿漉漉的 闪着西季的光 我很下心来不去看她 还是请她出去 她走的时候 搭了着狗狗眼 委屈死了 我在微信上 告诉她希望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 她未来还有许多可能 但是我不会站在 她的未来里 随后便把她删了 我确实是个很胆怯的人 尤其是对待感情 顾平也死缠烂打 让我试探着敞开心扉 结果却是被狠狠地刺了一刀 我早已没有经历 再去试探另一个人的真心 顾平也之前是真的爱我 但后面的不爱也是真的 如果我真的选择 跟陆清合在一起 她爱我的每时每刻 我都会害怕悬在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掉下来 若我还是18岁的少女 我会毫不犹豫地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可是我的18岁 拥有的也是一颗苍老的心 有些人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治愈原生家庭的创伤 我默然想起那个被打掉的小孩 我其实很期待小孩子的到来的 我会把所有的爱都给她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发现我怀孕的时候真的很高兴 那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和顾平也很相爱 我想着以后要把我和顾平也的爱都给她 她会是很幸福的小孩 想起小时候看的大耳朵涂涂 涂涂说 只有爸爸爱妈妈 妈妈爱爸爸 涂涂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从前才会觉得 自己的到来是被期待的 后来却发现原来动画片是小孩子才看的 而我已经长成大人了 我拿起手机准备打电话告诉顾平也的时候 正看到她扶着一个女孩子在等检查 电话接通顾平也温声问我什么事 我头脑一片空白 沉默很久 只是跟她说我想她了 她轻声笑了 说她也想我了 今天会早点回去给我做我爱的糖醋排骨 很难说那时是什么心情 但是难过中居然还有一丝轻松 好像是提着的那口气突然就散了 我一直都不相信爱情 是顾平也一直在告诉我 她会一直爱我 但是她最终还是食言了 果然相信男人就是会倒霉 想去拉丁美洲走走 于是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老师是个很和蔼的西班牙人 教得也很好 36岁在学一门新的语言 对我来说不是一件一事 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老师很奇怪 其实我没必要这么拼命学的 他说语言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不必操之过急 但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仿佛我还年轻 满身活力 一年之后 我已经能说很流利的西班牙语了 期间苏欣带着岁安来看我 走的时候恋恋不舍的 苏欣很高兴 我现在过得很好 说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终于知道好好爱自己 我从前一直会自我怀疑 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爱我 为什么顾平也会变心 我甚至想过 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会和爸爸兵事前嫌 会继续和顾平也纠缠下去 可是我没什么错 错的是他们 妈妈只觉得 我是拴住爸爸的工具 爸爸也会为了他的下一任妻子 对我不闻不问 顾平也也会违背诺言背叛我 我去了南美洲 像是三毛说的 只有游历过南美 才算是走遍万水千山 南美洲是很美丽的地方 有着全世界最灿烂浓烈的色彩 人民热情友好 我那颗沉寂死灰的心 开始跳动起来 感受到胸腔中 久违的剧烈的跳动 我才真正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坐飞机穿越亚马逊流域上方 那一刻脑子里蹦出来的是 济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速 我那一刻简直忘了呼吸 只觉得自己渺小 后来我去秘鲁 去了马丘比丘 很难形容那时的心情 几百年前的人类 建了一座如此伟大的城 三毛说 下几时天空是晴朗的 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 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 气派非凡 印加的时机 别见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 两种文化的交杂 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在马丘比丘里 我触摸到了几百年前的痕迹 仿佛瞬息之间走过了漫长时光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还有百分之六十的马丘比丘 仍在地下 足以窥见当时印加的强盛 如今却也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只留下星星点点的痕迹 在外面玩了一年 我终于选择回家 带回国的还有我的新书 里面记录了我 这一年的经历和感悟 我的读者说 我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猜测我和顾平也离婚 是不是因为她对不起我 我不想再提 只感谢读者的关心 往后我们还有很长的人生 不要困在过去 苏欣很幸灾乐祸乐祸地告诉我 林千千的孩子没保住 还不是她插足人家婚姻 这就是报应 我却只觉得怅然 大概我也曾有过孩子 有点同情她 她的孩子到底是无辜的 林千千流产后 愈发疑神疑鬼 总疑心顾平也会出轨 从前她带我那么好 尚且会出轨 林千千不放心也正常 但是顾平也受不了 他们离婚了 我说 没有林千千 也会有李千千陈千千 顾平也要变心 谁也拦不住 林千千这样是她的报应 顾平也呢 为什么她没有报应 苏欣愣了一下 说会有的 我实在算不上一个很善良的人 跟苏欣说 要是顾平也生病 死了就好了 不要出车祸 还影响别人 苏欣很兴奋 说我终于想开了 其实我一早就想开了 只是苏欣不相信 有天晚上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里面传出顾平也的声音 你先别挂电话 我有话要跟你说 听到她的声音 我内心毫无波动 这到底就是真的不爱了吧 她说她之前 鬼迷心窍了 我觉得你没有我爱你那么爱我 我很难过 林千千勾引我 我顺势上钩 只是想试探你 还有妈妈一直说 想要抱孙子 我的公司也不能没人继承 你年纪大了没法生 完颜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听着只觉得好笑 顾平也 你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错 我从前跟你说过 我感情就是会淡泊一点 谈恋爱结婚的时候 我都说过 我说我没有你爱我那么爱你 这对你不公平 你想要后悔 可以随时离开 你那时候说什么 你说感情不是交易 本就没有公平可言 你爱我就够了 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你后面觉得不公平 你为什么不说 现在说起来 反倒是我错了一半 你还说 林千千勾引你 你才出轨 从前不是没有人勾引过你 年轻漂亮的多了去了 你从前看都不看一眼 是林千千强奸你的吗 你现在装上贞洁烈难了 你明知道 我有多厌恶背叛 你还要怎么做 真的觉得我不会生气吗 还有孩子 你从前说我生不了就不生 我们随缘 你也不是皇帝 没有皇位要人继承 你妈想要抱孙子 你就去找别人生 你妈之前还不同意 你跟我在一起呢 你不照样跟我结婚了 现在又是这副嘴脸 我告诉你 在你陪林千千去产检那天 我也检查出怀孕了 刚好看见你和林千千在一起 我马上就预约了流产手术 你跟我提离婚那天 我刚做完流产手术 你也没注意到我脸色苍白 顾平也 并不是谁说话就谁有理的 他久久没有说话 尖色地挤出一句话 为什么要打掉我们的孩子 你怎么那么狠心 他是我们的孩子啊 你知道我有多期待他的到来吗 话到最后 居然还带上了几分哽咽 仿佛我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 你出轨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我 流产伤害的是我的身体 你又失去什么了 失去一个孩子 你就出了一个精子 也好意思怪我 真是人质见则无敌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后来在签售会上 他拿来我的书 请我签名 形容憔悴 我却只觉得可笑 现在装上申请了 写下还将旧十亿 连取眼前人 我跟他说过阴阴传 他自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脸色煞时变得苍白 嘴唇动了动 却什么也没说 后来顾平也果真病了 是胃癌 没几个月好活了 他求着再和我见一面 说他十分后悔 现在也于事无补了 他问我 你爱我吗 我说爱过 但也只是爱过 顾平也死了 我没去他的葬礼 苏心却去了 在葬礼上笑得好开心 回来像讲笑话 一般说与我听 我也只是笑笑 神完眼会有更广阔的人生 他永远是他自己 故事二 顾川和他身患抑郁症的 小青梅拍了婚纱照 我当众提了分手 他却笑得漫不惊心 作业该分个场合 你跟个病人计较什么 我还没说话 建筑系细草许一周 突然淡淡开口 我有皮肤饥渴症 他懒懒地挑了下眉 瞭眼看向我存繁星 给我抱一下 行吗 我一愣 随即平静微笑 行啊 那晚顾川气地砸了包厢 川哥和婉婉的照片 也太绝了吧 是吧 他和婉婉真的配一脸 那个存繁星活像个小三 哈哈 我也觉得 推开包厢门的瞬间 房间内繁杂的议论声 戛然而止 林婉婉恰好与我对上眼 湿漉漉的杏眼瞪得老圆 甜甜地喊我 繁星姐 顾川这才看见了我 搭在林婉婉腰间的手 微微一顿 他走过来 像平日那般 伸手想要拦我的肩 用刚刚搭在某人腰上的那只手 我避开了 顾川眸光微微一致 淡淡道 你怎么来了 他能这样问 我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 他们圈子的聚会 我从来不参加 像这样不打招呼 直接闯进包厢的 还是第一次 我望着他 不带任何情绪的问 不高兴 是有什么好事 被我打扰了吗 顾川眉宇微醋 视线顺着我的目光 落在桌上 那里放着一本 装真精美的相册 封面上 林丸丸已在他怀里 笑意绵绵 顾川无所谓的一笑 指尖夹着烟 轻磕了磕 这才抬眸扫我一眼 拍照的事 我之前跟你说过 确实随口提过一嘴 说是要陪他身患 抑郁症的小青梅拍照 我也没放在心上 可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相册里的 林丸丸穿着婚纱 嘖嘖 这照片拍得确实不错呢 我垂下眼皮 懒得再看 只是盯着相册 凉凉一笑 青梅竹马 狼才女貌 真是天造地设的 一对碧人呢 我咬字极重 重点突出 林丸丸率先破防了 他扯着我的衣襟 瞪着一双姓眸 泪盈于解 樊兴姐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那天我心情不大好 顾川哥为了安慰我 才没说几句 他便开始哭唧唧的 一副死了老公的凄惨模样 不得不承认 他的确是有点子演技在身上的 可在精湛的演技 看久了也难免乏味 我冷着脸 随手抓起桌上的纸巾盒 砸了过去 哎呀 你先别急着豪丧啊 顾川还没死呢 一天到晚哭哭哭 福气都给你哭没了 死一边去哦 别影响我发挥 啊 林丸丸嚎了一嗓子 颤微微色缩在顾川身后 顾川默然沉下脸 视线冷冷扫过我 你闹够了没 陈凡兴 不过是几张照片而已 你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 不过是几张照片 那是婚纱照 他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婚纱照啊 我背气笑了 抬眸盯着顾川的眼睛 他穿着我预定的婚纱 和我的男朋友拍了婚纱照 这TM是长脑子的人 能干出来的事 够了 顾川抬手将酒杯重重拍在桌上 眼里的焦躁快要溢出来 作业该分个场合 婚纱身体不好 你跟个病人计较什么 我沉默了 过往种种 放电影般在我眼前一一浮现 婚纱有抑郁症 你让让他怎么了 婚纱有抑郁症 你就不能大肚点吗 婚纱有抑郁症 你跟他治什么气 顾川说过 林婚纱是一岁的花瓶 需要谨小慎微的呵护 才能帮他走过这段阴霾 那时 我酸溜溜地问他 那我是什么 他笑了一下 抬手蹭了蹭我的眼尾 神色淡淡 你啊 你是沙漠里的仙人掌啊 沙漠里的仙人掌 他只需要一点点雨露 就可以顽强生长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最后连这一点点雨露 也会被悄悄夺去 没有人会在意和心疼 可笑的是 我竟然天真的以为 他在夸我坚强 却不曾想过 所有的忽视 都是因为不够爱 那一瞬间 我突然有些累了 见我迟迟不说话 顾川忠世 放柔了语气 婉婉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 他的要求 我永远不可能拒绝 他将我并脚的碎发 挽到耳后 压低语气 繁星 你懂事一点 所以呢 身后骤然传来一声 凉薄的轻吃 我回头 正对上一双 桀骜伶俐的黑眸 许一周的嘴角 扯开一抹击窍 淡淡开口 勾搭别人男朋友 能治抑郁症 这话一出 包厢内顿时一片安静 毕竟建筑系细草许一周 是个魂不吝的种 形势向来乖张不羁 嘴巴又损又毒 整个A大 没几个人敢惹他 林婉婉 念如半天 仗红了脸 立在顾川身侧 摇摇欲坠 顾川中是心疼了 他伸手扶住林婉婉 眸光沉沉 一周 说话注意点 晚晚他怕 厚重的相册 骤然被摔在地上 许一周抬脚 在相册封面的婚纱罩上 狠狠斩过 这么恶心的玩意 就别拿出来 丢人现眼了 我的天 踩到这么恶心的东西 这只鞋指定不能要了 真是太恶心了 他夸张地跺着脚 仿佛真的踩到了 肮脏的东西 自始至终 都没看顾川一眼 我正愣地待在原地 完全没想到 许一周会替我说话 感激的话刚到嘴边 却见他端起酒杯 慢条丝里地摆我一眼 癫功癫婆都做成这样了 你竟然还能忍 岑凡兴 你是忍者神规吗 我 无差别攻击可还行 好好的人 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许一周 喝醉了就回去 顾川攥着酒杯的指尖 微微泛白 像是压抑着怒气 这是我和我女朋友之间的事 别多管闲事 这话隐隐隐 这话隐隐带着威胁 可许一周静一点也不恼 他们一着眼上下打量顾川一番 顾做惊讶地责了一声 原来你知道自己有女朋友啊 那为什么要跟那个死家子拍婚杀照 是职场和大脑装反了 还是天生就这么贱呢 WC 爽到了 我在心里放声高歌 顾川的脸色又黑了几分 像是得了十年老便秘 我一个没忍住 笑出声来 哈哈哈哈 一道锋利的目光 灯石扫过来 顾川转头 眸光沉沉地望向我 曾凡兴 你知道我的脾气 别惹我生气 一片寂静中 他的话像针扎般 刺痛了我的耳膜 今天 你必须给婉婉道歉 你自己骂不过人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又没有勾引别人男朋友 这祸的脑子和职场 绝对装反了 许义舟看人真准 我刚要开骂 身后的许义舟 冷不丁来了一句 哎呀 真是巧了 大概三秒钟前 我刚得了皮肤饥渴症 他懒懒地挑了下眉 瞭眼看向我 岑凡兴 给我抱一下 行吗 他话音未落 包厢内已然惊呼声不断 我靠 这是什么人间修罗场 许义舟不是不敬女色吗 今天怎么了 猜猜岑陈凡兴会选谁 一片喧闹声中 顾川将着一张脸 终是压抑不住怒气 许义舟 别犯贱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众人的目光 陡然聚集在他俩身上 抱歉啊 今天这个贱 我是非犯不可了 他掀起眼皮 漫不经心地 我邪逆了顾川一眼 我有肌肤饥渴症 是个病人 你跟个病人计较什么 顾川 你好歹懂点事 行不行 别那么冷血 他噼里啪啦 一顿输出 直接给顾川干废了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许义舟扫我一眼 笑得意味深长 存繁星 你到底敢不敢抱我 我只正愣了一瞬 随即微笑着向他伸出了手 敢 陈凡兴 顾川咬牙切齿 喊我的名字 周深的气息 瞬间沉郁起来 别忘了 你是我女朋友 他抬手拽住了我的胳膊 跟我回家 我没动 只是抬眸定定 望着他的脸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啊 原来他也忍受不了另一半 和其他异性过分亲密啊 原来不是我小心眼啊 那一瞬间 报复的心理达到顶峰 迎着他略显错愕的目光 我轻轻笑了笑 那分手吧 我不再是你的女朋友了 不可以拒绝一个病人的要求 顾川 这是你教给我的 我伸手 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 起身 在他的注视下 缓缓地走到许易州身侧 来 抱一个吧 许学长 身后的桌子 被人狠踹了几脚 桌上的酒杯碎了一地 陈凡兴 你别后悔 顾川色着嗓子低吼 声音里充斥着怒气 一片碎裂声中 许易州抬手揽住我的肩 拽拽地望我一眼 忍者神归 你总算选对了一次 你的福气在后头 众目睽睽之下 许易州甩上门 带着我离开了 坐在江边的长椅上 抱着酒瓶灌了一大口后 我才大着舌头 跟他道谢 今天的是谢谢你 不用谢 他一把夺走我手里的酒瓶 你没望着我 你少喝点这酒很贵的 我的眼睛湿湿的 茫然地盯着他 我才喝了一口 许易州皱着眉扫我一眼 所以 你要为那个孙子买醉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语气里透着不明的情绪 我反应过来 微微低着头 没说话 江边的夜风温柔 光影在他眉宇间变幻 他仰手将酒瓶丢进垃圾桶 挑眉望着我 你就那么舍不得 那孙子到底有什么好的 他气哼哼地盯着我的眼睛 开始跟我身巴顾川的黑料 天油加醋 捕风捉影 指桑骂怀 天天还义正言辞 有理有据 一个小时候 我被他晃醒 他倾咳了一声 一脸认真地叮嘱我 顾川纯纯就是个大傻叉 陈凡兴 咱能不能别成天 割垃圾桶里扒拉了 嗯 纯纯傻叉 我无意识地跟了一句 迷迷糊糊地嘀咕道 可是他有三块腹肌呀 那可是三块腹肌呀 切 许一舟轻吃了一声 抬手敲敲我的脑门 三块也好意思炫耀 他低头 撩起一脚 露出一片倚弥风光 一双恋艳的桃花眼 直勾勾地盯着我 陈凡兴 你吃点好的吧 酒店套房内 我迷蒙着眼睛 认真地数着许一舟的腹肌 一 二 三 四学长 你好厉害 竟然有八块 许一舟冷哼一声 慢条斯理地摆我一眼 切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许学长 我两眼冒着金光 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可以给我摸一下吗 许一舟的耳尖 瞬间涨得通红 傲娇得别过头 想摸就摸 费什么话呀 他话音未落 我已经凑过去 伸手狠狠弹了两下 哇 手感真不错 学长 我能抱抱吗 你想什么呢 许一舟猛然跳开 一脸警惕地望着我 像是打量一个女流氓 存繁星 这是另外的价钱 另外的价钱 能谈价 就说明有戏 我脑子昏昏沉沉 思维却格外清晰 剑嗖嗖地搓着小手 我可怜巴巴地问 你贵不贵 太贵的话 我可能消费不起 算了 这可是细草啊 还有货真价实的八块腹肌 贵就贵点吧 被颠工颠婆恶心这么久 也该吃点好的补补 女人绝不能亏待自己 正在进行着头脑风暴 许一舟忽然扭捏地开口 也可以免费 如果你愿意叫老公的话 竟然有这种好事 许一舟 真是人率心善的男菩萨呀 我想也没想 便乐颠颠地喊他 老公顾川的电话 恰在这时接入 他阴阳怪气说道 这会儿知道喊老公了 刚才喊分手时 不是挺拽的吗 怎么 这就后悔了 没有叫你 我正对着许一舟的腹肌 刘哈喇子 抽空回了他一句 别硬撑了 陈凡兴 顾川的嘲讽快 一出屏幕了 除了我 谁还受得了你的臭脾气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 这人这么自恋呢 我忍着厌恶 认真说道 顾狗 分手后 没拉黑你 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现在就改 陈凡兴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顾川的声音 瞬间焦躁了起来 你给我服个软 我就原谅你 软你奶奶个腿 狗渣男 赶紧有多远死多远 别耽误姑奶奶的好事 我在心里骂骂咧咧 正要开口 某人坏笑着 在我脖梗处猛吸了一口 啊 暧昧的声音 在寂静的夜里 显得格外响亮 只一声 便胜过了千言万语 电话那边 传来了顾川的声音 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 陈凡兴 你TM 到底在干什么 电话被许义舟抢了过去 他轻痴一声 笑得云淡风轻 没事就挂了吧 顾神医 繁星现在还挺忙的 实在没空搭理你 前男友 挂掉电话 我和许义舟 大眼瞪小眼 气氛一瞬间 有些尴尬 还是我率先打破了沉默 许学长 要不我们干点 只有两个人才能干的事情 许义舟脸色一红 笑眯眯地凑到我跟前 好啊 在我娇羞的目光中 他让服务生送上来一盒五子棋 军棋 围棋 还有动物棋 我猜 我的脸早已经变成了酱猪肝的颜色 大爷的 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下棋了 在我的失望和烦躁 再也掩饰不住时 故事终于进入了主题 折腾了一整晚 第二日醒来时 屋内一片狼藉 撕碎的衬衣和柔皱的裙子 纠缠在一起 让人瞬间脸红心跳 服务生已经将早餐送上了楼 我忍着腰酸 颤微微挪到餐桌前 许一舟微笑着 一副心情大好的样子 起身拉开凳子 我心事重重地坐下 土豆虾球 草莓布丁 豆腐脑 满满一桌子 竟然都是我爱吃的 可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满脑子想的都是 许一舟为什么还没有走 这不符合知乎闻男主的尿性啊 差评 许一舟将沾满草莓酱的面包 喂到我嘴边 耳朵红红的 繁星 昨晚辛苦了 吃点好的 补补 许张嘴喊他的名字时 才发现自己的嗓子一片沙哑 我尴尬地攥着衣角 生如文睿 许学长 大家都是成年人 那个 昨晚的事 就翻篇吧 我不需要你负责的 学长 许一舟脸上的红衣 顿时僵硬住 毛底的神色越来越冷 他抬手将我抱坐在桌角上 双手撑在我两边 漆黑的眸 冷冷地逆着我 昨晚 你可不是这么叫的 怎么 蹂躏了 我就不打算负责了 嗯 我没有断片 昨晚 敌死缠绵的画面 不受控制地跃入脑海 顿时面红耳赤 心里暗骂 造孽啊 陈凡兴 你TM真是个畜生 战战兢兢地抬头 我偷瞄他一眼 昨晚我喝高了 我看你清醒得很 还知道喊偷亲别人 喊别人老公 可怕得很 啊 我平时真不这样的 确实醉了 喝醉了 就可以使乱中气 不敢 不敢 我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我跟你一样诈 没有 没有 我说一句 他就气哼哼地对一句 说得又快又急 句句戳我废管子 到最后 我只能垂着头 闷闷道 许学长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奇料许一周脸上的 含义更生 他一把扯开衬衣 锁骨处暧昧的红痕 骤然露了出来 有咬的 也有抓的 我骚得满脸通红 胡乱地扯着他的衣服 许学长 咱有话好好说 你能不能 先把先把衣服穿好 他瞪我一眼 最后别过头 恨恨道 昨晚你怎么叫的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岑小姐 我把许一周给惹毛了 哄不好的那种 他冷着脸 送我回宿舍 刚走进寝室楼 远远看到顾川在楼下 顶着硕大的黑眼圈 身侧站着一脸担忧的林婉婉 地上满是烟头 看样子 应该等了很久 许一周下意识地挡在我身前 张口就对 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是能治抑郁症的顾神医呀 则 没人叫 你不要乱扔垃圾吗 垃圾 顾川没有接话 目光在我和许一周身上来回扫 最后死死盯着我 你们睡了 满是讥讽的语气 激起我心底的恶寒 我抿了敏唇 冷笑道 顾川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的任何事 都和你没关系 你怎么可以这样 林婉婉尖叫出声 愿毒地看了看我 又心疼地看了看顾川 顾川哥一夜没睡 一直守在宿舍楼下 等你回来 你知道 他有多担心你吗 担心吗 早干嘛去了 孩子死了 你来哪了 我望向顾川 雨带探究 一夜没睡 他默然抬头 眼底悠然闪过一抹 极易觉察的西迹 那确实有点太舔了 我轻笑了笑 雨衣慵懒 我不喜欢这么舔的 顾川的瞳孔默然一缩 决然道 岑凡兴 算你狠 我没搭理他 扯着许一舟绕过了他 他赤红灼眼 突然冷笑出声 许一舟 没想到你品位还挺独特的 喜欢捡我玩剩下的拉 他的话未说完 我的眼前 忽然闪过一道人影 许一舟怒吼一声 挥拳重重砸向了顾川 顾狗 嘴这么脏 吃屎长大的吗 许一舟和顾川 扭打在了一起 两个人你来我往 拳拳到肉 很快都挂了彩 林婉婉婉叫得像只人形尖叫机 啊 别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这动静很快就引来了其他人 大家一脸探究望向这边 闭嘴 吵死了 我一把捂住林婉婉的嘴 手动替他闭脉 他挣脱不开 急得嗷嗷乱叫 哎呀 顾川哥 救我 一道杀人的目光 立刻飘了过来 顾川立声叫喊 存凡兴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猝着眉 一脸凶狠 你打我男人 我就打你女人 他有一瞬的失神 他不是我许一舟 突然像打了鸡血一般 抬手给了他几巴掌 婚纱照 都拍过了 还不承认 你俩一对 逼人最好原地所死 少出来祸害别人 哇 这脸长得不咋地 但扇着贼爽 接连的几个耳光 把顾川都扇猛了 打完了就跑啊 我跳起来 拽住许一舟 一路狂奔 傻站着干啥 许一舟只 微微愣了一下 便任由我牵着 耳边是呼呼的风声 身后 是林婉婉 哼唧唧的哭泣声 顾川傻傻站在 一动不动 我和许一舟边跑边笑 边笑边跑 像一对傻瓜 一口气跑到操场的甲山后面 我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许一舟垂眸扫我一眼 耳圈泛起不自然的飞红 我这才发现 我还牵着他的手腕 立刻尴尬地想要松开 却被反握住 许一舟捉住我的手 强势地与我食指向扣 刚才 你说我是你男人 这句可以不记得 我骚得满脸通红 飞也是地逃了 在到寝室楼下时 顾川和林婉婉已经离开了 我总算顺利回了宿舍 躺在床上 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许一舟看起来轻瘦 却一身使不完地牛进 昨晚差点没把我折腾死 还是不能一下吃太好 容易消化不良啊 我揉着酸痛的腰肢 不自觉地想起许一舟的那句话 刚才 你说我是你男人 他皮皮的样子还挺帅的 不对 许一舟一直都挺帅的 特别是某些时候 我的脸上一阵热 蒙着被子 倒头就睡 闺蜜的电话打进来时 我正睡得正香 岑凡兴 你在干嘛 我迷迷糊糊应了一声 出事了 你男人被挂网上了 啊 我男人 他说的是谁 我吓得一机灵 顿时睡意全无 打开手机 原来有人将许一舟和顾川打架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配得文案超级讲究 两男争一女 帅气男大为艾斯逼 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 热瓶一 果然帅气的男人 打架都是好看的 不像狗打架 一嘴毛 热瓶二 巴掌哥气势好足 爱了爱了 热瓶三 到底是哪个死丫头 背着我们吃得这么好 热瓶四 如果只能二选一 我选巴掌哥 他帅得更突出 热瓶五 俺也一样 当时我和林婉婉 站在一边 视频只拍到了 许一舟狂山顾川巴掌的情形 但下午的动静闹得不小 再这么传下去 肯定会扯到我身上 我一阵头疼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微信对话框 弹出几则消息顾川 我可以帮你澄清 就说许一舟骚扰你 骚扰我的 明明是你 我懒得跟他扯 回了个滚字 直接将他拉黑了 许一舟也发了消息 只有短短的两行字 已经没事了 别怕 有我在 在点开链接时 那条视频已经不见了 再见 许一舟已经是三天后 我一个机灵 立得端正 许学长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啊 许一舟的声音 隐隐带着笑意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突然鬼鬼祟祟地 打开相册 是一张评论区截图 他们叫我巴掌歌 还夸我比顾川长得帅 这届网友眼光真不错 啊 我一时有些无语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许一舟滴滴笑了一声 樊兴 你觉得呢 什么 你觉得我和顾川 谁更帅一点 他笑得斯文 但笑意不达眼底 带着某种威胁 我被他盯得没办法 只得滴滴回一句 你 恭喜你 又答对了一次 他伸手掰正我的头 清淡地笑飘在我的耳边 奖励你一个男朋友怎么样 啊 我将逃避写在脸上 抬脚想溜 却被他捉住了手腕 我喜欢你很久了 不如 我们再一起 许一舟的表白 来得猝不及防 我开始慎重思考 我们的关系 平心而论 他比顾川优秀太多了 身材好 长得帅 拎得轻 关键是在某些方面 天赋异禀 技巧多变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试试 就算他是为了负责任 才跟我在一起的 又怎样呢 反正我也不吃亏的嘛 我无意识地 低头瞄了一眼手机 好家伙 才一小会 许一舟的对话框 已经久久加 五分钟过去了 陈凡兴 你考虑好了没 行不行给句痛快话 别浪费我的时间 当然 我就问问 没有催你的意思啊 没考虑好 你接着考虑啊 我把咱孩子的名字 都想好了 一许念诚 是不是很好听啊 六分钟了 七分钟了 密密麻麻的消息 看得我眼前一黑 这家伙 是不是有点恋爱脑啊 不确定 再复查一下吧 一条条翻到最后 我忍着笑意 给她发语音 许一舟 要不 处处看 过了两秒 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下楼 给我抱一抱 我的女朋友 腻歪了几天后 许一舟带我参加了 她兄弟们的聚会 舟哥 这位是谁呀 她握着我的手 笑得眉眼弯弯 你嫂子 我脸一红 拍在她肩头 别瞎说 却被周围 汹涌的起哄声淹没了 哇 我周哥长大了 终于知道谈恋爱了 周哥 你啥经验都没有 谈得明白吗 嫂子 你以后 可要管管周哥 别让他跟野驴一样 他的兄弟们 笑嘻嘻跟我打去 丝毫不见外 也让我紧张的心 慢慢放松了下来 有人起身问我 嫂子 喝酒还是饮料 我其实不会喝酒 但桌上的人 喝的都是啤酒 我不想扫兴 便笑着说 啤酒吧 他喝饮料 许一舟伸手 按住我的杯子 没事的 我可以陪大家 喝一点点 我试图拿走我的杯子 可许一舟紧紧抓着 寸步不让 自己什么酒量 心里没数吗 他冷着脸 替我倒了满满一杯芒果汁 他的朋友轻叹道 我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吃狗粮的 周哥 你讲点武德行不行 一句话 把大家都逗乐了 我下意识地看向许一舟 恰好与他目光相碰 他躲开去 不看我 似乎有一点点生气 我不明所以 但还是伸手晃了晃他的衣袖 许一舟 你好像不太高兴 需要我哄一下吗 他哼了声 傲娇地别过头 不用 但很快又有些扭捏的开口 叫哥哥 悄悄喊了几声哥哥后 某人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一点 许一舟捏了捏我的手心 轻轻叹气 曾反映 你没必要为了融进我的圈子 而委屈自己 明明喝不了酒的 为什么不说出来 我低声孽如 我怕让你在朋友前没面子 面子是我自己正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才不会让我女朋友受委屈 我顿时愣住 呆呆地望着他 许一舟干脆扯着我出了包厢 立在阳台上 他抬手揉了揉我紧皱的眉心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忍着神规吗 繁星 你真的太能忍了 明明不喜欢的 要做出喜欢的样子 看不惯的 也都埋在心里 多累啊 有我在 你永远都可以做自己 不需要迎合任何人 这个任何人 包括你吗 本来只是一句玩笑话 可向来桀骜伶俐的人 目光落在我身上 竟莫名温柔起来 我看见他郑重的点头 包括我 阳台上的灯影昏黄 映衬的他的侧脸 格外温柔 脑中不可控制地想起了 顾川第一次带我见他朋友的场景 嘈杂的酒吧包香 红的白的皮的 混成满满一杯 被人推到我面前 他的哥们望着我 笑得意味深长 干了这杯 我们就认你这个嫂子 我尴尬地往后躲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立刻就有人小声嘀咕 不会喝来酒吧干嘛 就是真扫兴 我如坐针毡 求助般望向顾川 可他却只是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 一脸淡漠 不会喝就学 繁星 别让大家扫兴 最终 那杯酒被我泼在了地上聚会 不欢而散 顾川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 他冷冷丢下一句话 曾繁星 你让我很丢脸 思绪回笼 许一周还在喋喋不休 我这可不是爹位说教 只是希望 你别老压着自己的情绪 有啥不满意就说出来 别忍着 老憋着情绪 我担心你会心理变态 许一周 我凑近了一些 主动朝他张开手 我能抱你一下吗 他愣愣地看着我 随即抢先 抱住了我 这样是的是 应该男生来提 不然显得我很呆 他真的 我哭死 我从洗手间出来时 猛然被人扯住了胳膊 是顾川 自从被许一周山肿脸后 他便请假了 距离上次见面 已经快一个月了 他靠在门框上 腐蚀着我 为什么拉黑我 我皱着眉 闲雾地甩开他 顾川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们分手了 分手是你说的 我不同意 顾川压抑着情绪 迫使我看向他 只要我没同意分手 你就还是我的女朋友 这个人脑子里进食了吗 装什么痴情男啊 我无语地冲他翻了个白眼 我已经明确跟你提过分手了 你能不能别再装出一副 被出轨的凄惨模样啊 没苦硬吃是吧 我合理怀疑 你有绿帽皮 我丢下他 转身就走 顾川追上来 扯着嗓子嘶吼 那许一周呢 他又能比我好多少 不过是图新鲜 随便玩玩而已 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 咚 顾川挨了一拳 他打了个猎切 勉强站定 恨恨到 许一周 有话当面说 别在背后屈屈 许一周伸手将我捞进怀里 挑眉望着他 跟死家子暧昧不清 又蠢又渣 失去了才知道 在这里贱嗖嗖的跪舔 你不觉得你很贱吗 顾川喘着粗气 试图还手 却被许一周一脚踹翻 他抬手指了指顾川的脸 眼神危险 脸上的伤 好得还挺快啊 介意再多几条吗 顾川抬头 目光直直望向我 繁星 我装作没听见 只是点起脚尖 亲吻了许一周的唇 老公好棒 晚上好好奖励你 许一周的记性 是真的很好 刚进他的公寓 他便一把将我抵在墙上 软软的头发 抵在我的胸口 奖励 想起那晚的情形 我禁不住一阵腿软 颤巍巍在他额前印下一个吻 这样 行不 你觉得呢 男人唇厚的笑 飘进我的耳朵 性感祸人 他将我的手 按在他尖时的腹肌上 轻轻叹气 最近没怎么锻炼 腹肌都少了 我在他腰腹上 胡乱摸索着 哪少了 明明还是八块好不好 他嬉笑着凑过来 繁星 每天早八很累吧 我们玩个游戏 放松一下好不好 就是那种两个人玩的小游戏 很快的 我羞红了脸 身子往后缩 他直接一个公主 抱搂着我 小跑着冲进了卧室 呜呜 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快 还好费人 这个狗男人大骗子 半个月后 我在校园里偶然碰到了林婉婉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顾川拒绝了我的表白 我瞟他一眼 轻吃到 真让人遗憾 我一直挺看好你们俩的 毕竟你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碧人 他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哪怕喝醉酒 念的都是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觉得很得意呀 并没有 只觉得有点恶心 有病就去找你的顾神医 少在这里恶心人 我懒得再搭理他 大步向前走 林婉婉却像个根屁虫 愿毒的目光死死黏着我 都是因为你 他才拒绝我的 陈凡兴 我不会放过你的 林婉婉的样子 已经有点癫狂了 我刚觉得不对 眼前有什么东西 明晃晃闪了一下 林婉婉嘶吼道 陈凡兴 去死吧 下一瞬 我的身体撞在一个 坚实的胸膛上 许一周一脸关切地望着我 樊兴 你没事吧 我茫然地点头 不远处 林婉婉跪在地上 痛哭失声 顾川哥 你怎么样 你别吓我呀 顾川没有理他 只是远远望着我 樊兴 你没事就好 被警察带走时 林婉婉还在尖叫 我有抑郁症 我是个精神病人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和许一周 去医院看望顾川 他突然矫情起来 要吃橘子 樊兴 能帮我买一下吗 我下意识地望向许一周 见他点头 我才大喇喇地说道 你在此地不要动 我去给你买橘子 许一周娇俏一笑 好 提着橘子回来时 刚好听见顾川 对着许一周挑衅 樊兴比以前温柔多了 看来你调教得不错 多谢了 许一周垂手削着苹果 淡淡道 他一直都很好 使你眼瞎 这语气很不好 可顾川却一点也不生气 继续自顾自地说着话 以前确实是我不好 但我们毕竟有很多年的感情在 樊兴是个心软的人 我救了他 他肯定会同意跟我复合的 许一周削苹果的手一顿 细长匀称的果皮断了轻轻飘落在地 顾川挑眉望着他 费了这么大劲 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许一周 你还真是可怜啊 狗东西坏老娘性幸福 我猛然推开门 抬手将橘子砸在他床头 嘴闲就去舔马桶 在这里巴巴啥呀 顾川捂着被砸痛的脑袋 繁星我问你 林婉婉是真的得抑郁症了吗 他一脸慌张 你都知道了 是的 我都知道了 林婉婉根本没得过抑郁症 顾川急急便捷 繁星你听我说 我之前是真的以为他病了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发现 他是在假装 却也舍不得戳穿他 两人打着抑郁症的幌子 干尽了暧昧事 只把我一个人当作傻子 我冷冷逆他一眼 顾川 你可真脏 说完 大步上前 挽住许一周的胳膊 平时对我 不挺厉害的吗 怎么人家损你 你连一句话都没有 许一周抬手蹭蹭我的眼尾 笑得温柔 因为我在等你保护我呀 我挽着许一周出门时 顾川叫住了我 繁星 到底是我救了你 哈 这家伙 这家伙真的打算邪恩相报啊 想屁痴呢 我转头瞟了一眼他的伤口 如果你不跟林婉婉 暧昧不清 他怎么会对我产生那么大的敌意 如果你不故作深情 三番两次纠缠我 他又怎么会动杀心 一切根源都在你 顾川 你活该 我和许一周手 挽着手出了医院 眼眶酸酸的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哭 许一周伸开双臂 笑望着我 如果觉得实在难受 我可以给你抱抱 我扑进他怀里 眼泪啪哒落下 许一周 你叫我忍者神龟 真的不愿 以前我真的太窝囊了 许一周捧着我的脸 一点点吻干我的泪痕 繁星 那不是你的错 你只是太好了 以后有我护着你 谁敢欺负你 我把他腿打折 包括你吗 他笑着含住了我的唇 包括我 雨后的阳光洒满大地 我们相拥着 漫步在金色的阳光里 轻松